有阴阳眼的朋友都知道 千万不要在睡觉的时候掀开被子 否则你会发现有只脏东西趴在你肚皮上 不是说好躲进被子了就不能攻击了吗 怎么还玩来的 半夜刷到这个视频的宝子们有福了 剑子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女高中生 但由于一次特殊的意外 突然获得了可以看穿两届的能力 正常人可能早已吓破了吧 但她却凭借超高的心理素质愣是这样睡了一夜 也就在这天放学 稀稀利利的街道上剑子正在等待回家的公交车 闺蜜发来绿泡泡关心她是否被雨淋到 毕竟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的 突然就下雨了着实有点诡异 剑子回复到自己没事 只是刚刚因为回学校找丢失的玩偶而错过了木班车 顺便还附上了自己的自拍照 突然而来的惊吓让她慌了神 身体倒退紧 手机也随即掉到了地上 望了望无人的街道让她有种不好的预感 然而不幸邪的她再次拿起手机查看后 发现刚刚可能只是自己的错觉 屏幕上只有闺蜜发来的问候 就在她刚刚放松警惕抬头时 一只浑身缠绕着黑气的鬼怪就直愣愣站在她面前 嘴里似乎还在叨叨着看得见了看得见了 别看剑子似乎一脸的淡定 其实藏在身后的手早已经握紧的裙摆 只因她有一个非常爱看恐怖节目的地理 虽说她对这类灵异的节目不感兴趣 但耳濡目染间还是知道在遇到脏东西的时候要装作没看的 毕竟导演也没告诉她自己这不翻的鬼怪 是不是和隔壁一样只想找人帮忙 于是她非常自然地撇过头去装作无事发生 然而却被这只小鬼子看出了端倪 在她身边疯狂试探 无奈的剑子只能假装低头玩手机压制内心的恐惧 直到小鬼子走后才敢留下内部蒸汽的泪水 回到家后冷静下来的剑子正打算洗洗睡了 她认为这可能是个别现象 回到家里总安全了她 但镜子上的手印却引起了她的注意 早上洗漱的时候似乎也见到不明 但是被她擦掉了 可能是弟弟弄的吧 她在心里自己安慰到 毕竟谁也不敢想自己家里会进这种脏东西 然而当她再次抬头 很明显就连家里也能像 剑子装作眼睛进了沙低头不去看镜子 公交车站的经验告诉她这种时候一定不能做出反 过一阵子她就会自己走 于是一人一鬼就这样在这僵持了20分钟 此时她想到了电视节目里说过粗言可以有效地驱逐一些脏东西 于是她来到厨房一阵翻找 终于在最深处翻出了一大袋粗言 今晚能不能睡个好觉全看她 为了以防万一甚至还拿起手机搜索起了驱邪的工具 但看到这高昂的价格后还是止住了念头 毕竟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 然而在她即将睡着时 被子里传来一阵稀稀锁锁的声音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动 她掀开被子一看到一个漆飞的头颅正趴在自己的肚皮上 看来粗言似乎没什么用 只能这样睡一晚了 到了第二天 卫生间的鬼怪已经不知去向 公交车站也是平时的样 昨天发生的一切仿佛只是一场噩梦 心情大好的她觉得闺蜜的带球撞人也似乎没那么讨厌 然而此时窗外出现的黑影 狠狠击碎了她的幻想 黑色鬼盯上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经常抓鬼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假如你不小心没有穿胖子来学校的话 一定不要说出来 否则就会被奇怪的东西给盯上 这天刚刚下完体育课的剑子和小花在更衣室换衣服 红班的同学们却聊起来了前一日的不服节目 传说会有一些色鬼经常藏在女孩子的衣柜里面满足自己变态的品号 这一番话吓得胆小的小花根本不敢打开自己的衣柜 这可能就是莫非定律吧 剑子慌忙撇过头去装作什么也没看到 毕竟只要这样那些鬼怪就不会主动攻击了 然而两人回到教室后 小花却说自己刚刚因为太急忘记穿胖子了 回想到那个头可能还在衣柜里 剑子说什么也不想陪她再去一次 好在大大咧咧的小花觉得这样真空对日常似乎也没什么影响 反倒说变得更加凉爽了 这番危险的发言好似被藏在她客桌里的鬼怪听到 直接就发动了亚洲捆绑技能将小花死死绕住 然而本人似乎感觉不到这种存在 嘴上还说着要剑子放学后和自己去买甜点 但剑子实在拿不准这东西会不会对人造成影响 于是假装摔倒将客桌推向一边 但是这个举动却惹恼了藏在客桌里的鬼怪 她的手在疯狂抽搐地表达自己不满 剑撞女主马上找借口说自己头疼 拉着闺蜜往医务室跑去 毕竟现在这种情况还是先远一点比较好 然而当她再次回头时 色鬼不知何时已经附在了小花的身上 看来想轻易让她离开是不大可怕 但是两人还是来到了医务室 此时的保健老师并不在这 这时小花拿起了听诊器把玩起来 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疯满的原因根本听不到心跳 于是她打算试试能不能听到剑子的心跳声 毕竟她好像挺平坦的 然而此时剑子却发现了放在一旁的消毒酒精 她想的也许鬼怪也算一种病毒不如拿来试一试 于是和小花说到听诊器上有许多细菌 在用之前应该先消毒一下 剑子不停地将酒精往小花的胸前喷 企图赶走那对咸猪手 此时小花的衣服被打湿露出了些许紫色 色鬼也从她身体上脱离了下来并且疯狂抽搐着 就在剑子以为是消毒酒精里面的某种成分起作用了时 色鬼终于露出了她的鬼脸 原来剑子这样做只能让她更兴奋吧 此刻的剑子只想摆满 但花并不想就此放过她 手里拿着听诊器就想过来听听剑子的心跳声 身上的色鬼似乎也有相同的想法 她将自己的魔爪一点点的伸向剑子 然而就在快要触碰到时 宝剑老师突然出现在了门口 她表示虽说恋爱自由 但明目张胆地在宝剑室做这种事情是不可以的 毕竟她俩刚刚的动作太容易让人误闻 然而看到如此性感的老师后 色鬼直接抛弃两人缠了上去 虽说因此两人终于安全了 但剑子总感觉自己好像说了 下午放学后 两人来到约定一起买甜品的地方 然而此时这里却排满了 剑子一边排队一边看手机 一连串发生的事情 让她下定决心要买一个驱邪用的活住 这时小花却在一旁叫她过来排队 此刻剑子才意识到不对劲 自己这一排居然都是些鬼怪 他们正轮流着给一只塔姆进食 然而不等她做出反应 小花一把将她拉回了队 还一边说着在路边的时候 不要那么专注地看手机 算是不经意间给剑子剪 买完甜品后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边走边聊 小花吐槽自己的胸最近 又长大了非常不方便 然而这在剑子听来就是赤裸裸的炫耀 突然两人在路边的指向处 发现了一只被遗弃的猫猫 与其相伴的还有一只蜷缩着的鬼怪 热心的小花提议给小猫咪 找到四主后再回家 于是两人就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给小猫寻找主人的帖子 这只鬼怪似乎认识小猫一样 一直跟着它们来到了公园 然而不疑会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凶神恶煞的人 它满脸的刀疤 死死地盯着小花和它手里的小猫 好似下一秒就会冲上来杀了它们时 就在小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时 又出现一个长相帅气的年轻人 说看到了领养帖子来领养小猫 小花也为小猫能找到合适的四主和高兴 然而剑子却死也不同意小花 把这只猫叫给它领养 只因它看得到小花看不到的东西 眼前这个看似儒雅的青年 实际上浑身都被黑气缠绕 一副非常危险的样子 就连跟着小猫一起来的鬼怪也谨慎地看着它 见两个女孩不肯将小猫交给自己 它便也拾去地走了 这时小猫却举起了自己的小爪爪指向一旁的光头恶霸 剑子立马抱起了小猫送到它面前 希望它能收养这只小猫咪 只见男人小心翼翼地接过小猫捧在自己的手心 千万不要在外面随便盯着陌生人看 否则他附近的恶灵可能就会盯上你 这时你要做的就是打开手机搜索哥哥的照片 让对方知道你不是小猫子 也就在今天 剑子约好了和小花一起逛街 顺便今天就去买点蛆鞋用的面子 毕竟自己身边的鬼怪最近越来越多了 这样能让自己更加安心 然而他刚刚抬头身边就传来了女孩子的嬉笑声 但仔细观察周围却不见任何人讲话 剑子意识到事情不妙 肯定是又有鬼怪铲上他 正如他所料坐在他面前的人突然变成了好多个头的怪 围绕在剑子周围 此刻他虽然慌张但也只能强装镇定 好在下一站就是自己的目的地 然而正当剑子想去按下车按钮时 压迫感瞬间袭来 好在剑子心里素质异常强悍 强忍着恐惧按下了下一站停车的按钮 然而停顿的动作引起了鬼怪的怀疑 他们打算跟着剑子一起下车 却没想到被剑子摆了 他假装低头玩手机没听到到战的广播声 就这样把鬼怪给置开了 然而自己和小话的约会也迟到了 好在小话那边似乎也遇到了状况 表示自己也会晚到 没一会他就回到了和小话约定见面的查巴克 他感慨着刚刚真是惊喜 差一点就要带着一个女鬼逛进了 然而就在他等小话的这段时间 对面却坐下了一个小黄毛身边 还跟着一个恋爱脑女鬼 不断和对方重复着我爱你我爱你 此时结束电话的黄毛注意到了剑子正在看着他 他立马换上自己的渣男校 然而这一幕却惹恼了恋爱脑女鬼 他嘶吼着朝剑子走来 好在剑子机智马上就打开了MMA比赛 一边看着一边夸赞的骨子大叔好帅啊 恋爱脑女鬼看着手机屏幕 在看着自己心爱的渣男 也意识到是自己搞错了 此时小话终于到了 剑子拿起东西就打算走了 另一边黄毛的女朋友也出现 他身后跟着的鬼甚至比黄毛还要点 某种意义上来说两人也是相当般配 终于他买到了自己新信念的佛珠 并且戴满了双手 小话听到了佛珠落地的声音回过头来 询问剑子有没有受伤 眼看马上就要撞上立在两人中间的鬼怪了 他无法确认这些鬼怪有没有尸体 毕竟自己从来都没有直接接触过 但是为了规律的安全他壮着胆子走了进去 好在只要不被他们发现自己看的剑就接触不到实体 但这也给剑子吓得不轻 只想尽快远离这里 但好巧不巧的是小话的网偶掉到了这只鬼的脚下 他刚刚想去捡又被剑子挽住 经历了重重困难两人终于吃到了新信念的大火 此时的小话还在抱怨佛珠的质量实在太差 那么容易就坏了 想把剑子送给自己的佛珠还回去 却被剑子拒久了 毕竟送出去的东西哪好意思要回来 而且时间证明这玩意根本没啥用 准备回家时 小话带着剑子来到了一家老婆婆的灵异店铺 据说这里相当灵验 老婆婆是真的有灵能的 老婆婆本以为又是一对拿佛珠当装饰的年轻人 于是随手拿出了个只做了祈福的念珠 但没想到剑子在带到手上的一瞬间她就炸开了 这也让老奶奶意识到剑子摊上大事了 自己身为下庭的神灵教母 怎么可能会一个小女孩见死不救 何况从剑子身边的黑影就能看出 这个鬼怪不一般 我看起来是强大的鬼怪 另一个周身都散发了强大的生命力 根本没有鬼怪能靠近她 原来之前在巷子里的鬼之所以避让开 并不是因为剑子受伤的念珠 而是他们惧怕小话身上强大的生命力 见此情形老奶奶只好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念珠 这上面倾注了她年轻时候所有的功力 光是打开盒子的一瞬间 冒出的金光就可见这串念珠的部分 我前世纪的力量 我凝缺地上的 我前世纪的力量 起早时候被偷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女孩在浴室泡澡是鬼怪 却从浴缸底部冒了出来 这天晚上剑子为了更了解自己能看到的东西 选择和弟弟一起看他最爱的怪谈节目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节目都是P图做的效果 整个画面根本没有鬼怪的存在 都是学头来的 不如说后面的洗发水广告比恐怖节目要胜利 然而习惯了见鬼的剑子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决定出去买点饮料顺便透过去 弟弟则表示希望他能带一瓶可乐回来 到了自动贩卖机前正打算投币时 却因为没拿稳 硬币掉到了自动贩卖机的底下 他正打算蹲下来却看到里面有一只小小老头 这种鬼怪一般出现在日本的一些都市传说 因为胆小而闻名 剑子也觉得自己太过于紧绷了 这种小小老头他还觉得挺可爱的 于是打算跟过去看一眼 他假装硬币再次滑落然后过去捡起来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这里却出现了一个大老头 果然不做死就不会死 事已至此他也只能假装看不见 毕竟如果直接撒鸭子逃跑的话 对方肯定知道自己看见了被追上就完了 他颤抖着向前走两步 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似的想捡起掉落的硬币 然而大老头看出了剑子刺和身体的僵硬 在他想捡硬币时一巴掌拍在了边上试图笑的剑子 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恐惧已经占据了他的内心 颤抖的手实在拿不起掉落的硬币 大老头见状咽了咽口水 似乎马上就要将剑子吃掉 然而这时一只乌鸦突然飞过将地上的硬币叼走 机智的剑子突然反应过来奔跑着追了上去 口中还不断喊着还我五百块钱 心里却在不断庆幸着 总算是得救了 回到家后 弟弟看到空手而归的姐姐感到好奇 自己的可乐怎么没了 于是剑子解释到自己的钱被抢走 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此时的沙发底下 第二天弟弟来到学校 和同学聊起来自己的姐姐最近越来越奇怪 不仅做什么都心不在焉 甚至自己早上叫他起床的时候 他还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这是一旁的女同学说 肯定是他姐姐有男朋友 自己姐姐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不敢相信的弟弟决定放学后跟踪姐姐 剑子一点都没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他打算去书店查找一下关于灵异事件的书籍 然而上面全是些没什么用处的都市怪弹 但是在他走后 跟踪上来的弟弟却因为身高差距 误以为自己姐姐看的是 取悦恋人的99种方法 并且上面还写着身上的吻恨是爱一个人的表现 这更让他确信自己的姐姐谈恋爱了 并且对方还是一个大坏蛋 此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了他脑海里 晚上剑子洗澡时便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好在当他回过神来却发现只是自己太累了产生了幻觉 但当他转头看向一边 千钧一发之际 弟弟突然推开了浴室门 原来这个小老弟为了确认自己姐姐身上有没有吻恨 故意在他洗澡时候推门而入 第二天起床 每当这时候剑子总会祈祷 希望从今天开始看不见那些东西 然而却总是事与愿违 他穿好衣服下楼吃早饭时 却发现一只巨大的鬼怪占据了客厅 虽说他只想赶快吃完走人 但没想到的是这只大鬼居然在自己的早餐上舔了一口 他深知自己再待下去肯定要露宪 于是站起身就打算走 然而在走到门口时候又愣在了原地 似乎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重要到他能克服恐惧 只见他打开冰箱门拿出了里面的布丁 原来剑子的父亲早在一年前就去世了 父女俩最后一面甚至为了布丁起了争执 这也成为了剑子一生的遗憾 但是剑子能看到鬼怪以来最温馨的一几 这天他和往常一样走在无人的天桥上 然而楼梯出一个落魄的身影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他只当这是寻常的恶灵 自己装作没看见走过去便好了 却不曾想走进身边时却被七一把抓住了胳膊 口中嘶哑着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调整好心情的剑子定睛一看 才发现对方只是个沧桑的老奶奶 他披散着头发 因为没带假牙口中嘶喃着听不懂的话 一副神志不清的模样 剑子知道他是想让自己带她回家 好在老奶奶虽说拉里拉他的 却没有忘记回家的路 他靠在剑子的背上手指着回家的方向 正巧碰上了刚刚回到家的女儿 老人从自己女儿手中借过假牙带上 此时终于能听懂她说的话 但她却忘了眼前这个自己的女儿 女儿似乎也习惯了老奶奶健忘的毛病 轻叹了一口气后便对剑子表示了感谢 原来老奶奶本是一个精明可靠的人 但在老伴去世后 她的灵魂似乎也跟着走了 整天都是一副浑浑噩噩的样子 甚至连自己和家人的名字都忘记了 说完女儿就进屋给剑子准备谢礼去 眼见阻止不了对方 剑子打算先给家里人报个平安 但手机屏幕的亮光却照出了藏在她身后的恶劣 剑子来不及多想 耐起步子准备逃离这里 手腕却再一次被老奶奶抓住 看不见鬼怪的她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对剑子表达谢礼 眼见恶灵越来越近 老奶奶却一点都没有松开手的意思 突然恶灵附在剑子耳边 口中不断重复着4631这个数字 在剑子惊恐的眼神下又再次走到老奶奶的跟前 依旧还是重复着刚当的数字 剑子似乎懂了 鬼怪想通过自己给老奶奶传递信息 于是她犹豫着在手机上打出了4631递到老奶奶面前 看着屏幕上的数字 老奶奶的眼神逐渐变得清明 她一句话也没说 拖着年迈的身子朝屋内走去 女儿似乎也看出自己母亲和平时不一样了 好奇地跟了过去 只见老奶奶转动着早已经忘记密码的保险柜 输入的正是刚刚得到的数字 不曾想这次居然真的打开了 里面并没有成对的金钱 有的只是老爷爷从前给她写的情书 和一把老旧的木树 这是老爷爷送她的第一件礼物 也是他们两个定情信物 奶奶理了李杂乱的头发 用木树将她再次盘起 此刻她已经恢复成了以前精明能干的样子 甚至招呼着女儿给自己打下手 她要亲自下出好好招待下剑子 门外的剑子默默看着眼前这一幕 刚刚的鬼怪又朝她走了过来 这是她终于明白 自己惧怕的恶灵正是老奶奶心心念念的亲人 化为鬼怪的老爷爷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爱人 并帮她恢复了正常 这不正如她父亲一样 虽然已经去世但灵魂依旧活跃在家中 明知家人听不到看不见的情况下 依旧不停地大话 不正是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和爱人吗 这是剑子里死亡最近的一次 对面这个女孩一定要她承认自己能看见恶灵 却殊不知自己的话被边上的恶灵听得清清楚楚 原来她叫尤丽亚 是和剑子一样可以看见恶灵的女孩 但相比于剑子的超轻1080P摄像头 尤丽亚所见到的都只是模糊的黑影 然而这种剑子避之不及的能力 她却一点都不害怕 反而认为这是上天的恩赐 她坚信自己就是天选之子 是迟早有一天能成为圣母的女 为此她找到下挺神母三只婆婆 希望能从这里学习一些去感恶灵的法术 无奈的婆婆看着眼前这个酷似小学生的高中生 想炸点油水却又狠不下心 于是就随便拿了一串念珠片 她说这里面蕴含着强大的法术 便将其打发走了 然而几天后 她再次来到三只婆婆的店铺时 这里早已大门紧了 原来自从上一次在剑子那里吃扁后 她就已经打算金盆洗手 不再做忽悠人的事情 眼见自己的便宜师傅跑路了 尤丽亚慌忙询问隔壁店铺的老爷爷他去了哪里 却不曾想这时剑子和小花也走不过来 他们注意到了三只奶奶关门的店铺 小花吐槽念珠质量那么差关门了也不奇怪 这番话却惊呆了一旁偷听的尤丽亚 毕竟她是知道三只奶奶是真的拥有灵力的 但接下来让她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虽然震惊 但此刻的尤丽亚也不确定二人是不是碰巧壁牌 于是在下来的几天里 她在不断地跟踪剑子后发现 剑子装作若无其事的能力非常了不得 要不是自己能看见恶灵的黑影 都要被她高超的演技给过去 在接下来的体育课上 她以寻求帮助唯有把剑子约到了没人的体育工仓库 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也可以看见的事情 她认为在没有外人的地方 剑子能和自己敞开心扉 却不曾想剑子依旧装作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突然身后的排球上钻出三只小小老头 这正是尤丽亚为证明自己也能看见特异准备 她提前将小小老头们喜爱的平带洒落在仓库中 带到剑子进来后向她证明他们是一类人 一番推心致富的发言依旧没能打动剑子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剑子眼中的光景和她所见完全不同 尤丽亚似乎能看见人畜无害的小小老头 但却对身边的大家伙是无睹 甚至还当着她的面不断吵吵着自己看得及 说着便举起手中的念珠打算现场驱邪给剑子看 却不曾想念珠当场破裂 一旁的恶灵激动着准备吃了这个声称看得到自己的小姑娘 剑子立马一个巨蛇缠绕死死扣住了惊慌的尤丽亚 这是她之前在电子比赛上看到过的招式 一方面是为了让尤丽亚不要再说下去 另一方面则是演戏给恶灵看 说这是对撒谎孩子的惩罚 尤丽亚在缺氧的情况下渐渐昏迷过去 当她再次醒来时已经躺到了保健室的床上 她看向剑子的眼神充满了不过去 剑子知道她虽然和自己一样看得见 但是也仅限于弱小的鬼怪 为了尤丽亚的安全 还是决定不承认自己能看见比较好 于是在嘱咐尤丽亚以后不要那么招摇或变子 但这在尤丽亚看来却是另一幅画面 这个女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随便找的一个破庙真的有山神的存在 她们不仅知道剑子能看见自己 甚至还愿意帮助剑子将一直尾随小画的恶灵剧 然而事实却狠狠打理 原来她的好朋友小画是拥有强大生命力的超强顶部 但平时的小画总是大大咧咧的 时钟总是停在半夜也就算了 放在床上的玩偶也总是莫名其妙地发生一动 而这种时候小画只会说一句 甚至早餐还能狂炫气层高的肩膩 这满满的蜂蜜看得我一岛速度爆发了 今天她和剑子约好了一起看电影 于是在穿好丝袜整理完发型后便出发了 然而今天怪异的事情异常的对 明明昨天才换的灯 却好像又坏了似的不停地开始闪烁 正常人可能已经发现有点不对了 出门后隔壁家平时安静的恶霸犬 却在对着她狂吹 不管小画怎么指挥都不管用 也正是因为这大打咧咧的性格导致她性格异常开朗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此时自己身后跟着一个恐怖的恶灵 在恶灵眼中小画完全就是一个上好的灵丹妙药 但她却碍于其身上强大的生命力迟迟不敢下手 只能一直尾随着她寻找机会 只见恶灵随手提起路边的一个小小老头丢到了小画的熏伤 好家伙直接当烤箱使用事吧 但由于消耗了能量的关系小画的肚子饿了钱 好在她随身出门都会带几个移动电源 直接开始了现场补充 原来小画的生命力和她是否饥饿存在关系 没走几步后就发现一个可怜的小男孩蹲在地上哭泣 原来她的宠物狗狗挣脱狗绳跑进了这座浪漫 这是号称被诅咒的大楼 从外面就可以看出里面的阴森 母性爆棚的小画还是答应小男孩自己会救出狗狗 但女孩子终归是害怕黑漆漆的 于是她在里面不断呼喊着想气渴的银子 身边的恶银子不断地往她身上丢小小老头 小画想到如果自己都觉得害怕的话 小狗狗肯定更不敢出来了 于是 狗狗似乎听到了她的歌声 心叫了一声 于是小画来到生源处 这里藏着无数的鬼怪 但都碍于小画的生命力不敢靠近 小狗狗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敢现身的吧 好在最后有惊无险成功救出了小狗狗 于是小画火机火燎地赶到了和剑子约见面的弟弟 剑子一眼就认出了这正是昨晚放学时挡在路中间的恶 此刻她吸收了不少小画的生命力 长相变得愈发恐怖 于是乎剑子决定取消看电影的计划 用高德地图找到了最近的一处山神亮 但显然这里已经废弃很久了 不知道还灵不灵 于是两人在网公德乡投入两个硬币后 便各自许起了愿望 然而当她许完愿回头 恶灵的身边却多出了两个金色的虎 剑子本以为他们都是恶灵的童虎 却没想到两只狐狸仅仅是双手合十 便直接扎烂了恶灵的胳膊 此刻剑子才意识到他们好像是自己这样 只见狐狸双手下压 空气中形成了一个重力场 将恶灵死死地按在原地部的动弹 好像有戏 这一枚硬币花的似乎并不是亏 然而接下来恶灵却直接用舌头 将其中一只狐狸拦腰斩断 另一只则成了她的口风猜 眼见这个情形的剑子彻底绝望了 但接下来恶灵的身后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狐狸 紧紧一捏就将恶灵的头给捏爆 这一幕也正巧被拿着手机自拍的小花记录了下来 当然她是看不到后面的鬼怪的 这时刚刚被消灭的两只小狐狸又从地底钻了出来 用着剑子听不懂的语言在交流着什么 后面的大狐狸则是附在剑子耳边说了一句三次后 便再次消失不见 此时的剑子还不知道 往后有一个更大的漩涡在等着她 这是剑子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这个女孩为了证明自己能见到鬼怪 甚至不惜将剑子二人骗到充满鬼怪的山间碎片 却不曾想引来了强大的恶灵 她甚至又在恶灵面前说出了自己能看见这种鬼话 原来小花将自己和剑子在山神庙的自拍发到网上后 引来了大批网友的关注 这也让小花误以为自己特别的有拍声音 于是吃巨资购置了一台拍力图 准备记录生活中的点滴 然而剑子知道与小花的点滴体质非常吸引鬼怪 她可不想凑齐一个见果和解 然而她还没开口劝读 小花就给自己抓拍了一张照片 不出所料 洗出来后照片上果然有一道黑影声 拍一张有一张 这简直比晚上十点还没回家的 我接到妈妈哪里的电话更加吓人 这时尤丽亚却不合适宜的出现 以往一向沉默的 她突然对小花拍的照片大肆赞声 并表示自己知道一个风景特别美丽的地方 以小花的才能去那里 一定能拍出更加精美的照片 大大咧咧的小花在听到别人夸奖自己 也不管她是谁 马上就送上了一套洗面的套装 原来自从上次在体育馆仓库被剑子锁后 她就一直耿耿的滴 势必要探究清楚剑子的底细 毕竟能将自认的师父三只婆婆逼到退休 一定不是什么三六活色 这次故意接近两人 也只是为了将他们骗到城外的闹捕碎 胸大脑不大的小花 尤利亚就同意了三人周末一起去摄影的剑影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周末 三人也乘车来到了远离市区的山间 然而此时的剑子二人还不知道尤利亚的目的 也不知道前面到底有多大的危机在里面 没一会就走到了隧道处理 小花看到阴森的隧道马上就打起了推套 但现在尤利亚还在偏他说穿过这条隧道 就会看到绝美的风景 于是尤利亚率先走了进去 然而紧跟着的剑子突然弯下腰 想把鞋子里的石头拿出来 本来就这一简单的动作 在尤利亚眼里却是完全不同的光景 不甘心的尤利亚怂恿着小花给剑子拍个照片 只因她已经看到了冒出地面的鬼怪就站在剑子的身后 她认定剑子为了保护自己的闺蜜 一定会出手驱邪 于是个怀心思的两人见证下 小花的第三张剑鬼合计完成完 然而只有剑子知道 这都是因为小花已无体质的原因 继续待下去只会招来更恐怖的家务 然而怕什么就来什么 突然出现的水桶怪一看就不是好对子的家务 然而还没怎么剑子开口 小花就向前冲了过去 一切都是那么凑巧 由于尤利亚看不到铁桶怪的原因 她认为突然消失的恶灵是被剑子拔除了 而剑子看到她震惊的表情 她以为尤利亚也能看到这个铁桶怪 于是疯狂的眼神示意 但这却被好胜心极强的尤利亚误以为是炫耀 于是为了证明自己 她便对着边上的小怪开始虚故作 此时铁桶怪的杀戮还在继续 她想通过吞噬图内来积攒力量 然后直接吃了小花这颗十拳大骨 很快站满隧道的恶灵就被铁桶怪给吃了个干净 她自己也净化成了第二形态 然而这更震惊了尤利亚 毕竟在她看来这些凭空消失的恶灵 都是剑子通过法力去除 由此二人的能力高下力派 忽然自己身边的小鬼 也被抱走铁桶怪捏成了碎片 这又又又又让尤利亚误会 她转头一根筋地向剑子炫耀自己也是有能力 却殊不知真正的恶灵就站在自己身后 剑子反常的举动 加上尤利亚不停地想证明自己 再蠢的恶灵也意识到了她们是看得见的 好在千军一发之际 之前三十庙的小狐狸登场 一个波就解决掉了铁桶怪成功救下了剑子三人 等回过神来尤利亚再次被洗面奶爹到窒息 小花虽然看不到那些东西 但还是被阴森的氛围吓得想回家 一旁的蘑菇头狐狸在比了一的手势后 就再次消失不见了 回家的公交车上 三人心情各不相同 小花遗憾没拍到照片 剑子还在思考狐狸山神究竟是什么东西 仅仅是因为香火前帮自己 而尤利亚则是感觉自己彻彻底底地被打败 眼见现在的氛围有点微妙 小花还以为他们俩是为了没拍到照片而不开心 于是 小花好 ああ 你没见过 烧骨 尽量不能拍照片 你必须可以彻底下取得 所以 好的 这个女孩只是想在试衣间换衣服 却不料自己的身边就站着一个售货涌润 原来今天是剑子妈妈的生日 她打算和弟弟在店里选一件合适的连衣裙当作生日礼 然而男孩子审美始终是不一样的 弟弟还是喜欢硬有卡通图案的衣服 由于剑子的身材和妈妈非常相似 于是导购小姐姐建议她可以去十一间试穿一下再购买 然而星级的弟弟在剑子刚刚脱下衣服的时候就打算开门进来 剑子也只是让弟弟在耐心等下 就在她刚刚穿上连衣裙的那一刻 突然就发现狭小的十一间突然出现了一个恶人 看样式她生前应该是这家的店员小姐姐 毕竟她就算是去世了 口中还依旧重复着这件衣服非常适合你这种工为人的话 就在剑子愣神之际 星级的弟弟一把拉开了门帘 也不怕姐姐没放好 但这反倒让剑子更加的安心了 决定就穿着这件衣服回家 毕竟她不想再和恶人单独相处 然而导购小姐姐还以为剑子是听到了弟弟的夸赞 所以不想脱下她 心中感叹着姐弟两个关系真好 随后剑子则是给妈妈挑选了新的礼物 臭弟弟则是打算送一件非常卡通的衣服给妈妈 在回家的车上 累坏了的弟弟靠在剑子肩头睡着 然而在剑子庆幸又平安度过了一天时 一个黑影拖着巨斧朝这边走来 从其身上的气势就可以看出 不是什么好对付的家伙 要她只是随便逛逛还好 更让剑子害怕的是 相对于别的恶灵的发现人能看见自己才会暴走 这只恶灵则是对人无差别的进攻 甚至还是有规律的一个个砍过来 也就是说迟早会轮到剑子 她实在拿不准这斧子落到自己身上 是不是会和别人一样相安无事 毕竟她是能看见恶灵 正当她打算叫起弟弟逃跑时 对面有个大叔马上就做起了错误示范 离开座位的她马上就引起了恶灵的注意 直接放下手上的活计去攻击再打电话的大叔 然而她挥动了几下没得到预期的效果后 便继续回到刚刚的工作顺序上 这样就说明剑子是逃不掉 突然她身边的乘客嘴巴里冒出了黑气 一看就不是很正常的样子 恶灵也发现了异常 将斧子对准了这个奇怪的乘客 和之前落空不同的是 这次她披下去的斧子直接带出来另一只恶灵 她更像是在执行什么抓捕的任务 直接将揪出的恶灵装进了自己的拔袋 然后继续捡起斧子 对准了剑子 好在并没有出什么意外 恶灵也跟着下车的乘客一起走 睡醒了的小老弟发现原本还在自己身边的姐姐 却莫名地站起来 还没来得及询问就跟剑子提前下车 原来刚刚剑子表面上镇定 其实已经被物理衣裳下尿了 趁现在她要去买一条新的胖子换上 第二天在学校 听闻老师怀孕请了产假 小花和剑子来和她告别 热情的小花表示小宝宝出生后可以帮着换尿骨 几人一阵吵闹不后老师也打算走了 然而剑子却看到一团奇怪的白光衣服在了老师的肚子上 他不知道该怎么提醒老师 但又不能放着布 于是剑子只能提醒老师平日里走楼梯什么的一定要多加小心 老师听闻后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表示自己这次一定会照顾好肚子里的宝宝的 原来这已经不是老师第一次怀孕了 上次怀了一个男宝宝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流产 这次一定不会再让悲剧发生了 他会连同哥哥那份好好疼爱肚子中的孩子 说完后他肚子上的奇怪物团却散发出了白光 画出一只小手轻轻捕摸着老师的手指 仿佛是在回应他一般 上课时由于原先的班主任请假 学校又给剑子的班纪安排了一个心爱的老师 然而剑子看到他后就傻眼了 只因这正是之前在公园里说要领养小猫的情绪 此刻他浑身依旧散发着黑气 这可能是剑子最畅快的时刻 学校新出现的恶灵让他不得不绷紧神经 新上任的班主任还浑身死气缠绕 好在鬼屋制造的特殊环境让他能彻底地释放自己的恐惧 却不曾想一堆NPC中居然混进了一个真的 就在原先班主任休产假后 学校给剑子所在的班纪安排一个新的班主任 从他的一脸死气和身后大量的黑影看来 剑子一下就认出了这正是之前在公园里想要领养小猫的年轻人 然而小话似乎并没有印象 毕竟他看不见那些东西所以对路人的印象不会太深刻 此刻的小话只感觉自从老师踏进教室的那一刻 自己的肚子就越来越饿 他不知道的是正有一只恶灵趴在窗外 死死盯着讲台上的老师看 甚至在中午下课后那只恶灵依旧跟着老师 然而这一幕正好被剑子瞧见 他害怕这个神秘的老师更怕尾随着他的恶灵 于是在老师看过来前一六烟地躲进了厕所里 随便找了个隔间就冲了进去 好在恶灵并没有跟来 开门的只是同班的女同学 这让新已经提到嗓子眼的剑子瞬间放松许多 然而就在他转过身去的一瞬间 由于接连的惊吓导致他太过紧张 看见恶灵的时候直接惊叫出声 察觉一样的恶灵从马桶里爬了出来 高大的身躯站满了整个隔间 脸旁不断地贴近剑子 想击破他心里最后一道防线 好在机智的剑子注意到这里已经没止了 并以这个为由打开了隔壁隔间的门 俗话说开得好不如开得巧 剑子以邀请尤丽亚吃饭 为由成功化解了这次危机 原来尤丽亚平时在学校没有什么朋友 所以经常一个人躲在厕所里吃午饭 于是在小话的同吃邀请下 他也算正式加入了这个小队 然而此时剑子发现了从楼到经过的老师 心里盘算着为了不让大家受伤 自己一定要多注意老师的行动 但是他仅仅是盯了一会 突然出现的恶灵直接给他吓服了 委屈区的剑子真的太可怜了 放学后 由于甜品店推出了永床鬼屋赠送20个甜甜圈的活动 小话说什么也要得到他 另外两人也不在意 毕竟他们平时都能或多或少地见到一些鬼怪 对这种角色扮演的本身就有抵抗力 正好剑子可以锻炼一下心理承受能力 于是在南瓜头的引导下走进了鬼屋的大门 然而这里昏暗的灯光和血腥的道具 只能下下胆小的小话吧 能让剑子感到刺激的可能就只有NPC的追逐环节了 他让小话冷静一点 把这里当作之前找狗狗去过的诅咒大厦就好了 然而他听到这句话的尤丽亚直接破防 脑补大王尤丽亚觉得自己和剑子的差距越来越大 然而在经过多次的惊吓后 本来都是面无表情的剑子突然意识到 既然这些都是真人扮演的 那自己就不用再压制恐惧可以放肆地大叫出声门 看穿这个本之后他就放飞自我 然而这在尤丽亚看来就更加恐怖 没一会三人就跑到了终点处 只要拿桌上的印章盖个章出门 就可以获得甜甜圈奖品 突然一个大头鬼出现在了剑子身后 还没缓过来的剑子以为这只是普通工作人员 向征信地叫了一声 但发现小话两人都没反应后马上就意识到糟了 碰上真家伙 他还想像以前一样装作若无其事地走掉 谁知恶灵却跟了上岸 这时之前的NPC齐聚一堂恶灵也混入其中 最后的大逃杀开始 逃跑过程中剑子决定趁着这个机会最后释放一次 这是我见过最变态的大妈 为了满足自己恶心的癖好 而将私处的毛发加入到了饭盒里 然后送给隔壁刚刚搬来的帅小伙 然而这个帅小伙也不简单 他一眼就看穿了大妈的轨迹 一点不剩地将充满爱意的便当倒进了垃圾桶 甚至其手上和自家的水槽里都充满了血子 就算是在被誉为不祥的乌鸦眼中 他都是极其恐怖的存在 这人正是剑子的新班主任 而在课堂上 这个连自己学生名字都没好好记住的班主任身边 却随时跟着一只恶灵 只要是有人盯着老师 这只恶灵就会狠狠地警告气不准看 这也导致剑子每次都只能低下头 尽量不被双方注意 为什么要说双方呢 那是因为老师自己也不简单 他俊俏的外表下藏着的是身后无数的猫咪恶灵 这很难不让剑子把他和最近虐杀猫咪的坏人联想到一起 就在思绪纷飞之际 老师突然点名要剑子阅读下一段课文 最令他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为了掩饰内心的慌张 剑子颤颤巍巍地站起身 努力不让自己眼泪流下来 就在他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 小花的肚子却突然想了起来 原来因为他今天没吃早后饭的原因 再加上上一节的体育课消耗了大量体力 现在的小花已经饿得快晕过去 剑子马上借口将小花送去医务室逃离了这 互相搀扶的这一幕 在路过尤丽亚教室时被他看见 下课后尤丽亚就来到了医务室询问情况 小花只是解释自己没吃早后饭 导致体力不正 所谓早后饭就是早餐到午餐前中间的家餐 他那么一说尤丽亚也就懂 他慌忙解释只是自己随口说说的 但一旁的剑子却听得清清楚楚 他虽然知道小花是顶如体质 特别吸引鬼怪 但并不清楚生命力消耗这个说法 但认真思考的剑子在尤丽亚眼中又是另一副表情 毕竟上次在体育馆仓库所猴的经历他记忆犹新 此生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于是在确认小花没事后 疯一样的找借口走掉了 这也让剑子心中的疑惑更加深了 到了下午放学后 小花为了补偿上午的自己 特地买了两个超大的热口 两人一起坐在长椅上等尤丽亚下课 此时剑子才有察觉到 鬼怪这东西大街上到处都是 自己根本无所遁形 更别谈能为小花做点什么了 她从小就特别能吃 原来在自己还看不见鬼怪的时候 小花就被动地受这些东西影响 但即使是这样 她也没有哪次像今天那么严重 可见老师身边的那只恶灵究竟有多强悍 想到这里的剑子更加沮丧了 然而这一切都被身边的小花看在眼里 为了不让小花担心她只能调侃到 因为饿肚子而尽一物似的 小花还是第一人 心情也因为可爱的小花有些许的好转 转过头来的剑子正好发现 对面一个小男孩正冲着自己挥手 出于礼貌她也朝对方挥手势 然而下一秒气球破裂 原本还是元气正态的小男孩 瞬间放化成凶猛的恶灵 关键时刻就场双狐嘴再次出现 成功将袭来的恶灵击退 然而这仅仅是将她双手斩去了而已 恶灵男孩急杀过后瞬间跳跃腾空 一脚便将其中一只狐狸踩成了粉末 好在她想发动下一次攻击之前 被另一只狐狸成功爆头 危险暂时解除后 狐狸转过头给剑子 比了个二的手势后再次消失不见 在迟钝的人现在也懂了 每次得救后 他们比划的手势都会多一个 结合之前在庙里大狐狸说的三次 意思就是说 他们可以雇佑剑子三次的意思 然而代价又是什么呢 剑子也不知道 到了夜晚 一个衣着怪异体型酷似老师的家伙 一个人拐进了小胡同 一只伪装成山神的妖怪 在这集终于暴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而她所旁居的山神庙 也一直都是恶灵们的聚集地 而这正是因为剑子运用狐狸山神 给的三次保密机会 想借此除掉 一直跟随在老师身边的妈妈恶 虽说这次小狐狸们学会了偷袭 但恶灵强大的信念还是驱使着她 拖着身子来到了自己心爱的儿子身旁 她想在自己消散前再看一眼自己儿子 但最终还是死在了两只守护小狐狸的手下 然而事情结束后 他们却没有直接消失 而是在剑子身边聊了起来 此时的剑子还不知道 他们是在讨论该不该现在回收剑子的灵魂 最终不知什么原因 小狐狸们没有现在直接动手 剑子悬着的心也再次放了下来 而此时小话和尤利亚听闻老师生病了也前来探望 小话更是直接上前指责老师 做好事是可以的 但是也要注意自身安全 何况都是因为她把剑子吓哭了 然而小话不知道剑子是被恶灵吓哭的 这时老师周遭的猫咪黑影 却幻化成了金光渐渐消散 似乎在和老师做最后的告别 也许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老师 不被妈妈恶灵侵蚀吧 现在恶灵消失 他们也就完成自己的使命 不久后老师的伤势也痊愈 并且来到剑子家 接走了自己用生命救下的小猫 虽说剑子的弟弟非常不舍 但也无济于事 结果小猫的那一刻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老师的脸上出现笑容 但由于他的公寓不能养宠物 所以现在猫咪还是暂时在朋友的宠物救出战机啊 他也准备搬去可以养宠物的地方 隔壁的大妈又一次送来了自己做的炖肉 原本想接过来偷偷倒吊的老师 突然想起了剑子在医院室对自己说的话 虽然那句话不是对他说的 但他还决定此刻开始不再压抑自己的情绪 虽说这样 但老师依旧还是那个老师 没有多余的表情 还是记不清同学们的名字 一直藏在小巷子里的虐猫狂也被他成功带住 但不久后警察却在告示处贴出了罪犯的巡员启事 本以为一切都结束的剑子 却时不时能听到铃铛响起的声音 这让他想起来许过的愿望 要是成真的的话是要去还原的 于是在某一天周末 他再次踏上了前往山上庙的道路 这里还是和之前一样的荒凉 他才刚刚走到神坎前 两小一大三只狐狸就在他身后显现了出来 剑子只能假装看不见继续还原 他按照小话的建议买了一大堆三彩团 毕竟听说某个导国的神明最喜欢吃这个玩意 但却不知为何惹怒了身后的狐狸 只见他一伸手 供奉着的三彩团子就快速腐烂爬满地去中 并且他们嘴里骂骂咧咧地不知道在说啥 这一幕可把剑子吓坏了 慌忙把身上所有的钱都倒进了许愿乡 回头再次看去时 原本还算正常的大狐狸却直接变身 这哪里是山神的样子 分明是一个更为可怕的恶灵 并且神庙周围的恶灵也都爬了出来 剑子这才意识到他们其实都是同一种生物 正当他以为自己要无处可逃 要栽在这里是突然惊醒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梦而已 但不得不说剑子的梦满主 此刻的他以为是神明在提醒自己去还愿吓唬他的 生活依旧在继续 剑子周遭的鬼怪并没有因为这个插曲而减少 他的演技也越来越好 已经不会再有之前被吓到的情况了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大狐狸时刻解释 此时远在乡下种田的三只婆婆 也收到了自己大弟子发来的信件 上面附带的正是剑子等人在山神庙所拍的照片 他一眼就看出了剑子身后存在的恶灵 三只婆婆决定携手自己的弟子出山驱逐恶灵 后面的发展到底是怎么样呢 那一切都只能等第二季再揭晓 他是被剑子误以为是虐猫狂的可怜男人 在母亲畸形的爱意中长大的他 身边都不允许有朋友的出现 这也导致他对周遭的人或是丝毫不感兴趣 即使当上了班主任也依旧记不住同学们的名字 甚至在其周围随时都徘徊着一个恶灵 也就在这天放学 剑子拒绝了小花的同行邀请 开玩笑说自己交了新男朋友 其实是为了跟踪新班主任 毕竟从他身边无数的猫影看来 必然是最近出现的虐猫狂无疑了 只要能在跟踪的路上抓现行 老师肯定会因为这件事情而被学校开除 这也是保护小花不再被动消耗生命能量的一种办法 然而附身在老师身上的恶灵 导致剑子没办法时刻盯着他身后 好在沿途的脚印可以引导剑子不至于跟丢 没一会两人便走到了桥洞底下 这里居住着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眼看老师的魔爪一点点身像猫咪 剑子知道现在报警肯定已经来不及了 老师也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这时他记起来的剑子正是之前在公园不肯给他猫咪的女孩 他开口询问剑子为什么跟踪自己 然而剑子却不打算回答他 抱起小猫就打算逃走 他知道虽然刚刚直接报警就可以将老师赶出学校 但那时候想救小猫也肯定来不及了 慌忙中剑子不小心被楼梯给绊倒 好在手上的猫并没有大碍 但这也导致被老师追了上来 他质问着剑子为什么不愿意把猫给自己 却不料突然小猫静置朝马路中间窝了出去 原来老师也是可怜人 由于从小家庭离异的原因 他是由自己母亲一手带大 然而变态的母亲受不了自己老公的背叛 对年幼的老师有着极强的控制欲 甚至连他同学的生日派对都不允许去 也正是这个契机 让老师在公园遇到了一只流浪的小黑猫 他将小猫咪带回了自己家里 大碍于自己母亲所以只能将它藏起来 自己则偷偷学习一些养猫的小知识 本以为一切都做得天衣无放 然而就在这天放学 他想趁着妈妈不再和小猫玩一玩 开门后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大滩血迹 被车撞了的老师被送到了医院 即使差点残疾 却还是先询问剑子猫咪有没有事 剑子也搞清楚了 这样一个为了救猫连自己命都可以不要的人 怎么可能是虐猫狂呢 原来老师也知道这一代有变态出没 于是时不时都会走一些小巷子巡逻下 看看能不能抓住坏人 然而每次看到的都只有猫咪的尸体 他只能将这些可怜的小猫安葬 这也是为什么他身边跟着那么多猫瘾的原因 当然他是看不见这些的 老师甚至一度怀疑剑子就是那个虐猫狂 毕竟剑子每次见到他后行为都很反差 就在这时老师的兽医朋友过来探望他 原来老师每次捡到流浪的小猫咪都会送到朋友那去 这也导致朋友的救助站已经快装不下猫咪了 但剑子却很好奇为什么老师那么喜欢小猫自己却不有理智 于是朋友就跟剑子讲述了老师童年的经历 虽然他母亲已经去世了 但童年的阴影却深深影响着现在的他 然而剑子在听到那个母亲已经去世后就马上确定 跟在老师身边那个把不许看挂在嘴边的恶铃 正是他过世的母亲 剑子知道这次是自己误会了老师 为了弥补过错他决定用掉自己最后一次保命的机会 虽然不知道用完后会发生什么 但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笑死 这两只狐狸终于学会背后偷袭了